中央设计者吴哲豪彰化16日电 彰化明道大学研发云端监控系统配合无人机 农民可借由电脑或手机远端监控农作物的状况 使用无人机施肥或驱赶鸟类 也可以利用云端系统搜集大数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2017中台湾农业博览会目前正在彰化西州公园登场 其中位于彰化皮头乡的私立明道大学所研发的云端监控系统 以及无人机设备在农博会的未来农业馆展出 象征农业发展技术上的创新 明道大学应用科学院长刘成为指出工业进入4.0的时代 智慧清农业4.0的时代也已经来临 学校所研发的云端农业系统整合监视摄影 及冷气恒温感应系统以及大数据资料 进入农业层面的应用 方便农民系统化、智慧化的生产 刘成为说云端农业系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连线到气象台 掌握每天的天候状况提前准备 第二阶段是远端控制设备 是状况自动启动温室内的风扇或照明 还可以出动无人机在农田上空盘旋 进行施肥或驱赶鸟类 农民只需要透过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 就可以和云端连线 刘成为表示 农民可以利用智慧型手机群填水 至于云端系统的第三阶段 则是用云端系统搜集大数据 经由报表分析作为参考资料 有效管控成本 提升农业生产效能以及量能 1061116